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境界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唐伟星九段 唐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盘棋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韩国棋手朴永迅 他直白对战Master一盘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棋局 Master是黑棋 这边 他没有走脚直接就挂了 对 这起 然后点一遍是吧 对 正常的脱退定式是这么走 然后摆起拆 但是这时候Master先点一下 在这边是空脚的时候 黑的没有直接走 黑的要么就站脚 要么就想他先点一下 要么就是这么走是吧 就是你们直接起手也会这么下对吧 对 以前的话 黑的就单走这个的有过 嗯 就是不点 单走这个 对 嗯 好 然后黑棋飞起来 拌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布局还是挺正常的 嗯 嗯 换这个 黑的就是这些速度是比较快的 嗯 速度很快 然后再加上去的话 一般来讲就认为黑鞋是锁手 嗯 但是就是说 你这样一走的话 把你脚上的丝刮的东西 就是说丝刮的手段给消除了 然后再打入 然后你其实Master这盘其实就很简单 限到后洗 其实走一个 脚上走厚一点 你的手段丝刮手段没有了 你这空其实也就被它走没了 现在它再一打入 这边一洗 你白棋全盘没什么空 那这也会不会有一种 把白棋装后的嫌疑 嗯 有一点装后的嫌疑 但是呢 就是说我打入这个 你这一条棍子对我来讲没什么用 因为这个还是间隔比较远 是吧 嗯 也不会对这个子造成太大的威胁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吃 再打的 打吃 对 一起粘上 黑的虎 黑的虎 对 带的虎 嗯 立下 嗯 对 这里就告一段落 黑棋往这并了个角 这边定型您觉得怎么样呢 嗯 这边的定型的话 嗯 我感觉白棋应该还是 局部还是可以的 嗯 我觉得当时它走的时候 黑的 就是如果这局部定型的话 也许黑的应该尖顶一个 这样的话这个白棋 这个子是一个 就是跑 如果不跑的话吃的比较大 跑的话这地方 这几个子都被黑的走的 白的也不是特别好下 嗯 白的黑的先走这个 然后白的这样 你走过来就连上 连上之后 黑的 所得就是 就这么一点 然后这中间这个棋 其实还是枯齐 我觉得总的来讲 这地方还是 还是不错的 白的棋 但是黑的它的意思 我觉得它 它可能是不想弄个后手 它肩顶的话就是弄个后手 就是Master 还是想要争先手 对 争先手 你这棋如果它靠完之后 如果你是长的话 那么它这一打 你这棋就很 你这棋就可能有点俗了 嗯 那么你现在是这样 它把那个一走 内部是相当的大 嗯 如果白棋走的话 白棋就算不管是脱脚 还是飞脚 都是很大 现在黑的一病 这黑的就出来了 先到后期了 这盘棋 所以说Master这盘棋 它也是为了要抢控啊 对 所以说在这儿 宁愿这个地方稍微亏一点 然后要挣个先手 把这个给抢啊 对 视觉也要 捞控 爬 它是搬在这儿 嗯 对 你看黑的这棋走的都特别轻 这棋 嗯 装法上特别轻 就是这两个几手棋看起来啊 本来我是觉得这棋 嗯 白的好像还不错 嗯 理由就是 这又下了一串下了 是不是觉得白棋长有点橘促啊 对 白的这棋不是什么意思啊 这地方吃了几个棋 这地方再贴了一下 没什么用 我本来说黑的 这块就是固棋 怎么这一串啊 这怎么一大后市就出来了 对 这固棋怎么着 嗯 这感觉没什么鼓起啊 这棋什么意思 我觉得 这一串的话 嗯 这一串白棋可能还是 感觉还是亏了 我觉得还是亏了不少 那你觉得它是哪一部棋下的不好 或者黑棋哪下特别好 嗯 我觉得这部长可能有点疑问 就长和这个都有疑问 第一 第一疑问我觉得是长一个 来我们退回来看一下 这有长哈 长被人一点这个形状 嗯 一点完之后再一爬 你这棋 你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它走这个被一夹 这棋就已经不好办了 它这个时候也许应该是贴出来 嗯 你贴出来的话 这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它贴出来 它不知道它是不是怕拐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算这样 这个只要这个头出来 这不被它后面那样封住 这肯定都比它实战要好 嗯 嗯 然后这个棋 我觉得它可能应该考虎一个 虎一个 这种虎是特别大 你如果要走 你并以后肯定需要便宜啊 你比如说你走这个 那么我就长一个 长一个之后 你这些你走不走 反正你不知道它怎么样 你走了我就便宜了 嗯 那么你不走的话 以后我就冲一下 你提 我挡住 我再走 这样的话 这形状你看一手棋像这样子 比当时那个贴明显要好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白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实战我觉得它第一个是长的问题 第二个这个贴太臭了 我觉得走完这个局部 本来我说黑的是先刀后洗 对 就走完这个好像根本不用洗 我先刀完之后 我还有一块外设 这白的 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 走完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个时候白气已经 那个大势就已经不太好了 就这几手棋 端端几手棋就大势已去了 对 本来这个棋你是沽起的 结果怎么变成一道后设 一块沽起变成一道后设 就这一进一出相当大的棋 对 这个差距太大了 对 我就觉得这棋如果是虎的话 我觉得这棋 我觉得这棋应该是虎一个 还是可以下的 你觉得是吧 我觉得就下到现在为止的话 这棋要说优劣 我觉得肯定也说谈不上 但是我就觉得 这棋应该虎一个继续下 这棋先刀后洗的话 也许怎么说 我可能觉得 喜欢黑气的人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就说这棋 走不上也还早 就是走完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这棋 你不要说是和Must 就是到这儿 到这儿为止的话 本来唐老师觉得 这个白棋还可以 飘永迅这块 就是下的还可以 而且就是虽然被黑气抢到了 但是这个也是很难分 谁好谁坏 对形式上的话 我觉得还是说不太轻的 然后我们就看 从这儿开始 这几手 这几手下完之后 特别是这一手棋 我觉得这手棋 就简直可以算败招了 一贴之后 这个就算是败招了 是搬这个 对 是 然后跳 你看黑白的本来应该是从大局上攻黑棋 怎么白的就自己跑到里面去走了 对 这个就围了这么几木棋 然后黑棋外面特别的厚 最多五龙木棋 就这样给你算一下 这一道后 这白的就围了这么点 黑的把那边走了两手棋 这边就都围上了 这白的就还少个脚 你这个脚就围了这些东西 什么用都没有 就这么多的子 就是围了这么三路的孔一共 对 这个棋走到现在 我觉得不适合Mustle下 我觉得和其他的绝对象 这棋已经大势已去了 已经不行了是吧 对 就他跟你下他也赢不了肯定 他快棋的话就不好说 我觉得慢棋的话 我觉得他 我也不敢说肯定赢 反正我觉得你的可能性不大 对 好 现在我们再看几步 那反正败招就这块了 我们既有没有都能看得清楚 我们后面再看一下 然后在 是这样吧 是 打吃 沾上 白棋沾 就黑的 一起打 黑的就是很简单 其实这块后市 他也不需要利用 他这些他也不想利用 他就想这些走一走 简单的走走 简单的走走 空都捞掉 然后这棋你就不行了 嗯 你什么都不行 不行 那白棋还在这儿肩冲 白棋也学Mustle去肩冲 然后靠 也是下得非常的灵活 但是这好像招法不太好学 学要学到精华是吧 他这个学到精华了没 就进行战斗 他自己肩冲 他这个思路还是挺好 他就肩冲到这个位置的话 黑的底下就吃不掉白棋了 嗯 要不然你直接靠的话 有可能就被人给吃掉了 嗯 但是别人好像也不需要去吃 你别人就加 别人分而治之 到处有点空 你白棋到最后还是做点空 你看见没有 就直接没空 对 始终没空 这盘棋Mustle的后期下来是非常的经典 嗯 这后面条的线也是 真的 这两块一点空都没有 嗯 怎么感觉又出来一块空棋呢 你就这么两步棋 现在这可能有个进步棋 这就不算什么空 嗯 嗯 他就这么这么稳健 对 黑棋就拆个二 对 其实这个 就上到这个全盘也没什么很下的地方了 嗯 这空 黑棋现在接近于一盘二十 现在 不到盘二十 但接近于盘二十 这棋 嗯 白棋走了半天 我觉得 没走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走到 这棋我觉得飘王轩他本身 他是上台线到后鞋 他走的地方肯定特别痛苦 嗯 他走完这个地方 他肯定他就已经很痛苦了 很久了 后面走了半天 反正他就是走走 但是他走到最后也没有机会 反正 嗯 好 那这盘棋的主要部分呢 可能就是这块 嗯 然后唐老师也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了飘王轩下的不好几招棋 导致这个败事一下就形成了 嗯 所以后面呢我们也不继续摆了 好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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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